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龙解释了他解散议会并寻求新授权的决定 希望能稳定国内经济并吸引外国投资 接下来 迪士尼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联手推出了一个新的流媒体套餐 让美国用户可以以每月16.99美元的价格 同时订阅迪士尼加、Hulu和Max 这个优惠让观众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多的内容 最后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迈克尔·帕尔弗雷 因在奥运前公开支持韩国选手金与民 而遭到自己队伍的批评 主教练罗汉·泰勒称他的言论不够澳大利亚 并可能在比赛开始前将他送回国 帕尔弗雷已经为他的言论道歉 但是否能继续留在奥运会场上还未可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Guardian报道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爱丽社工举办了一场豪华舞宴 邀请了40位全球顶级企业家 包括特斯拉的埃龙、马斯克、可口可乐的詹姆斯、昆西 Airbnb的布莱恩、切斯基、YouTube的尼尔、莫汉和李莱公斯的大卫、李克斯等 马克龙希望借此机会向他们保证 尽管法国政局动荡 但仍是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马克龙在六周前解散了议会 因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胜 尽管政治局势不明朗 马克龙强调现任政府将继续履职至奥运会结束 并呼吁个党派妥协 以形成能够通过预算和新立法的稳定多数 马克龙的亲商阵营警告称 国民联盟或激进左翼的胜利将损害法国的经济稳定 阻碍外国直接投资 尽管如此 马克龙的选择法国峰会宣布了 总额达150亿欧元的新外资投资项目 包括微软 亚马逊 辉瑞和阿斯利康等个公司的巨额投资 YahuUS报道 瑞安 雷诺兹和布莱克 莱福利 公布了他们第四个孩子的名字 海利 比伯确认他升级了丈夫贾斯汀 比伯送的订婚戒指 西蒙 拜尔斯分享了他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房间一撇 而总统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则回应了 被查理XCX称为坏蛋的言论 YahuUS报道 迪士尼加、Hulu和Max的捆绑套餐 今天正式推出 美国订户可以以优惠价格订阅这三项流媒体服务 广告版套餐每月16.99美元 无广告版每月29.99美元 这一价格比单独订阅三项服务可节省高达38% 这一捆绑套餐的推出 恰逢奥运会开幕前一天 意在减少用户流失现象 康卡斯特也提供了类似的捆绑服务 将Peacock、Apple TV家和Netflix捆绑在一起 迪士尼加目前拥有1.176亿订户 Hulu有4580万订户 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则有9960万订户 尽管捆绑套餐越来越像传统有线电视 但个大公司仍在努力追赶 Netflix通过调整算法和宣传艺术品 甚至发送友好提醒邮件 吸引用户回来继续观看未完成的电影 Netflix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不打算与其他流媒体单独合作捆绑 而派拉蒙家则在寻找合作伙伴 Yahoo US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于7月26日正式拉开帷幕 但奥运抖音已经火热上线 无论是新星还是世界知名的运动员 大家都纷纷在抖音上分享他们备战奥运的生活 从记录免费的理发、吹风和烘焙课程 到是穿国家官方装备和解决空调问题 今年的许多参赛者都非常活跃在线上 加拿大队的竞技帆船选手沙拉道格拉斯 在抖音上积极记录他的奥运之旅 他分享了他为第二次奥运会准备的行李 红白相见的加拿大风美甲 以及对30岁参赛的感想 菲律宾体操选手阿利亚·芬尼根 首次参加奥运会 但在网上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内容创作者 澳大利亚职业网球选手的达里亚·萨维尔 在他的奥运视频日志中记录了 在巴黎的一天训练生活 获得了220万次观看 美国队的皮花挺运动员艾薇·莱布法斯特 则通过他的视频展示了 从赞助商那里收到的装备 并希望通过这些视频 让更多人了解皮花挺这项奥运运动 Yahoo US报道 埃福顿签下了潜力物浦边风 梅丽莎·劳利 这位30岁的球员 曾效力于阿森纳、布里斯托尔城、伯明汉城和曼城 在女子超级联赛中出场132次 劳利表示 他对职业生涯的新挑战感到非常兴奋 并期待为埃福顿的成功贡献力量 埃福顿主教练布莱恩·索伦森称 劳利是一个关键签约 并强调在这个夏天引进边路球员的重要性 劳利的到来仅随前西汉姆连中场球员 早史试碎香的签约 这位26岁的日本国角 在西汉姆连效力了两个赛季 目前正在巴黎奥运会上为日本队征战 索伦森表示 早史试碎香的经验将有助于球队在新赛季取得成功 Guardian报道 夏洛特、杜亚尔丹的导师兼队友卡尔·赫斯特 签署了一封信 谴责他虐待马匹 并支持对他的六个月禁赛决定 赫斯特是国际马术骑手俱乐部的10名董事会成员之一 这封信是在杜亚尔丹被拍到 在一分钟内编打马匹24次的视频曝光后发布的 赫斯特的签名尤其重要 因为他不仅在杜亚尔丹职业生涯早期提供了帮助 还在他的马厩里训练他 并为他购买了他在2012年伦敦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 赢得金牌的马匹 信中强调 骑手应推广 只有道德的训练方法和实践 并鼓励他们遵守国际马术联合会的马匹福利行为准则 杜亚尔丹在声明中承认他的行为没有借口 并对自己的判断错误的感到 深深的羞愧 他的职业生涯因此陷入困境 不仅被踢出奥运会 还被暂停了6个月的比赛资格 英国体育也暂停了他的乐透资金 Yahoo US报道 习林 迪翁在巴黎展示了最新的网眼鞋潮流 7月24日 这位5次格莱美奖得主在法国首都的一家酒店外 与粉丝合影 身穿经典的黑色连衣裙 和Christian Dior的网眼拨点高跟鞋 迪翁的这身装扮 不仅展现了巴黎时尚的经典黑色调 还通过A字形中长裙 泡泡短袖和力领等细节 营造出引人注目的纹理效果 他的鞋子则是透明的网眼设计 搭配深色鞋头和拨点图案 鞋跟纤细高条 为他增添了高度 迪翁在Prime Video纪录片 I am Celine Dion中透露 他能够将脚适应任何尺寸的鞋子 从6码到10码不等 该影片还探讨了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包括他与神经疾病 将人综合症的 斗争 迪翁有望在巴黎奥运会上表演 这是他自2022年公布诊断以来的首次演出 《多伦多星报》报道 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一名澳大利亚游泳教练 因公开支持韩国选手 而遭到本国队伍的批评 澳大利亚主教练的罗汉 泰勒称 迈克尔·帕尔弗雷的言论不澳大利亚 并表示 他可能会在游泳比赛开始前 被送回国 帕尔弗雷此前曾执教韩国男子400米 自由泳世界冠军金与民 并在接受韩国电视台采访时 表示希望金与民在比赛中夺金 泰勒对帕尔弗雷的行为 表示极度失望 并将与运动员们讨论 是否让他继续留在奥运会 澳大利亚队 在400米自由泳项目中 有两位金牌有力竞争者 2023年世界冠军萨姆 肖特和2022年世界冠军 伊莱甲·温宁顿 尽管教练为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工作 并不罕见 但在奥运年 泰勒认为 澳大利亚教练公开支持 其他国家的选手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CBC报道 加拿大网球选手 莱拉·费尔南德斯 将在巴黎奥运会 女子单打比赛的首轮 迎战杰克选手 卡罗琳娜·穆霍娃 费尔南德斯 在周四的抽签中得知这一消息 穆霍娃是2023年 法国公开赛的亚军 世界排名第29位 加拿大的另一位女子单打选手 比安卡·安德利埃斯库 将在首轮对阵丹麦的 克拉拉·陶森 男子方面 13号种子 菲利克斯 奥热 阿利亚西姆 将希望超越东京奥运会的 首轮失利 对阵美国选手 马克思 吉隆 米洛斯 拉奥尼奇 将在伦敦2012年 奥运会后首次参赛 对阵德国选手 多米尼克 科普弗 奥热 阿利亚西姆 还将与拉奥尼奇搭档 参加双打比赛 并与沃泰华的 加布里埃拉 达布罗斯基搭档 参加混双 奥运会网球比赛 CBC 阿莱纳 夏普难以置信 自己首次参加加拿大女子 高尔夫锦标赛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尽管在2004年 尼亚加拉瀑布的 传奇球场未能晋级 他却从那次经历中 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并在之后 每年都积极参赛 感觉不像是 已经过去了20年 这位来自汉密尔顿的 43岁选手说道 他回忆起 第一次参赛时的紧张情景 当他们在发球台上 宣布我的名字时 有很多人来自 我成长的布兰特福德 我非常紧张 把球打进了草地 但最终还是凭标准杆 本周四 当夏普在卡尔加里的 厄尔格雷高尔夫俱乐部 再次挥杆时 这将是他第19次 参加这一年度 LPGA赛事 夏普表示 他对这次比赛充满期待 尤其是在他曾在 2016年附近的 普里迪斯高尔夫俱乐部 获得第4名 并赢得了 11万6607美元 奖金的情况下 他认为 厄尔格雷的球场 适合他的风格 特别是球场的树木 和倾斜的果领 让他感到熟悉 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 布鲁克 亨德森 也同意夏普的观点 认为 保持球在球道上 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除了来自加拿大球迷的支持 夏普还将获得家人的鼓励 他的姨妈和叔叔 住在卡尔加里 他将在比赛后 与他们共度几天 随后前往巴黎 参加奥运会 夏普与亨德森 一起成为加拿大 在巴黎奥运会的代表 15名加拿大选手 将参加这次为74天的赛事 其中包括 来自安大略省的埃利和麦迪 塞尔克姐妹 温哥华的安娜 黄和利亚 约翰 以及来自魁北克的 布里吉特 蒂伯和莫德 艾米 勒布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Ro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Food and You can say It's full Held I can say Food and If you can say Anthony CanTV It's full Is I can s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